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屏东潮州这位陆战队的弟兄 他只是因为说 他开了车子跟被寻仇人同一款 同一个颜色 竟然就被枪击身亡 人死了之后 他的尸体见到亲人就七孔流血 后来这个弟兄的妈妈 去透过通灵的来了解到 他看到自己的儿子 满眼都是眼泪 哭着说他不甘心就此亡死 请问他的死谁要负责呢 再来看到的是 艺人贾静文跟修杰凯 现在在一起 证明姐弟恋可以很幸福的 不过想到贾静文 上一段婚姻他跟孙志浩在一起 当年他被家暴 被婆婆给嫌弃 不过现在可说是苦尽甘来了 今天是汉光演习第二天 除了昨天第一天发生了 F16坠机的事故之外 今天又有状况 说这个把机打出去之后 射到边坡的草坪 还起火燃烧 当时还误传 是不是飞弹掉了下来 空拍机在五分山步到2.9公里处 拍下搜救队来回搜索F16战机残骸 汉光演习发生F16战机坠毁 少校飞官吴燕廷不幸殉职 国军特战跟北市消防局动员122人 新北市消防一销则派出72人 分成三组持续在撞击点两车山谷 扩大搜索 撞击点周边战机残骸散落面积约200公尺 山谷两车都是坡度高达7、80度的陡坡 必须用吊绳垂降搜索 是搜救最大困难点 但搜救人员还是顺利找到黑盒子 好 最新的进度是黑盒子找到了 而且飞官的遗体有很多尸块也被找到 当然必须进一步了解 但是很多人都说很明白 应该是到云层里面之后 瞬间撞山 根本飞官无法当时因应 对 至于他为什么会撞山 其实我们看到他今天 昨天他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 这个任务他本身是要对基隆港进行一个模拟攻击 然后模拟攻击完之后就要脱离 然后回去基地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当时由花莲基地起飞 然后经过我们菲律宾海上空 然后飞到彭加宇附近 然后经过几次转折之后 然后朝向基隆港飞去 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在朝向基隆港飞去之前 他要开始降低高度 为什么 因为他对基隆港的攻击 他是要用降低高度 然后借由掩护 然后来提高他的攻击成功率 对敌方的棋袭的成功率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飞机他本身的高度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所以他在禁云之前 他其实喊了说我2000英尺禁云 2000英尺禁云的话 那大家其实知道 从这附近的地形的高度来讲 以五分三来说 五分三他的高度就有大概2400多英尺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看五分三就比他的飞行高度要高了 所以他在禁云的时候 他有没有拉高 或说他拉了之后是不是拉得不够高 然后导致就是说他飞机去撞上了 这个五分三的步道的附近 而且其实也的确很让人难过是 他如果当时在高度再高了一点的话 对不对 那其实他这个状况就可以解出 也就是他撞击点 大概其实就在棱线下方 大约10公尺左右 那当然这次飞机逝世以后 其实我们也已经找到了 飞机上的飞行资料记录器 因为我们讲过 就是说以F-16战机来讲 刚刚在画面上看到 他前面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抬头显示器 这个仪表就是他飞机 所有的重要的飞行数据 包括速度航向高度等等 都会直接投影在那个上面 然后飞行员他坐的位置 刚好就在抬头显示器的正后方 然后透过抬头显示器可以看到前面 所以让这个飞行员 他可以对前方的状况 还包含就是他所有飞机的 这个航行资讯等等都一目了然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这个东西呢 它本身其实是会录影录下来的 就是抬头显示器上面 影像是会录到 那个我们刚刚讲到 飞行资料这个记录器里面 另外那飞机他本身 也有这个飞行资料记录器 对于他飞机本身的 航向航速高度 以及各种姿态等等 都会详细的把它记录在 那个记录器里面 那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做解读 然后重建整个飞行的这个路径 我们也才知道 就是当时这个吴少校 他在撞山之前 他最后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 那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事件 最后飞行员是以殉职 那个结果那也当然是 让人感到非常的遗憾 因为毕竟就是这个吴彦廷少校 他过去也曾经碰过 就是F-16战机的这个失事 那这个呢是吴少校 他失事当天所嫁的那一架 6685号战机 那当然这不是同一天拍 这是去年拍摄 你拍的就这一台 就是这一架飞机 6685号战机 他当时在花莲空军基地 那个地面滑行的时候 你去年拍的 昨天变成是残骸了 对 失事机 对 看得也是让人感到很感慨 那我们看到 就是说他当时 进入这个云层高度 由于他本身我们刚刚讲 他本身的这个高度非常低 等于说是用 借由那个飞机贴着这个地帽 因为要贴着这个地帽 他才能够达到 他的战术目的 对这个基隆港发动齐袭 而且让基隆港这边的 这个抵抗兵力 对他相对来说 难以达到这个反制的效果 但是也因为这样 他的高度来说相当的低 高度2000英尺 地表障碍物的高度 反而比较高 所以他在飞行的时候 那在飞行之前 其实以目前空军来讲 空军在进行这种任务的时候 在任务前 都会让担任任务的这个飞行员 来在模拟器上 进行一个实际的演练 那等于他在实际演练过后 他对这个任务的性质 跟任务的他所过程中 所执行中 所需要注意到的 这些重点 他会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概念跟印象 甚至会把它记住 但是他有可能 在模拟机上练习的时候 可能是这样一个 良好的天气情况下 但是结果到了实际的 飞行 飞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他发现 结果他飞机进了云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马上喊了说 我2000尺进云 但他进了云之后 他为什么没有拉起来 或说是他拉了 但没有拉 拉的那个量 不足够 是不是这样 那当然现在 AVTR 飞行资料记录器 都找回来了 那这样的话 你对于重建现场 是很有帮助 当然我们看到 除了这次汉光演习 有这样的意外之外 他发生坠机意外 其实还不是第一次 那个我记得 在大概2007 还是200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也是由台东制航基地 然后起飞了一架 F5F双座战机 他们当时起飞 这个双座战机干嘛 是由台东其实要去对 湖口基地的 我们参演的部队 进行一个模拟攻击 然后他当时是用一个 投弹的一个航线 也就是飞机 经过一个浅层的 一个爬升之后 然后向下俯冲 然后俯冲的时候 他要进行投弹 然后飞机要再拉起来 但是结果就是说 他进行俯冲以后 飞机可能因为操纵的角度 跟脚向量的关系 他飞机没有办法成功拉起来 最后飞机就整个飞机就往下 直接重击在一个库房的上 就掉下来 对 直接重击在一个库房上 机械故障这么严重 机械是否是故障 其实后面失事调查来讲 他并没有把失事的情况 对外公布 但是可能性很大的部分 就是当飞行员在进行俯冲 然后将飞机带起来的时候 在操作上有些反应不及 所以导致就是说飞机 他当时没有办法及时拉起来 因为以像F5F这样的战机来说 他还属于传统操控的飞机 他不是线船飞控的 也就是当你要开始带杆 就是那个带杆拉 那个操纵杆要起来 要把飞机往上带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其实 飞机还会有一个 向下冲的这个动量 要经过一段时间 反应时间飞机才会拉起来 所以如果他在当时 他的杆带得太慢的话 的确飞机是没有办法及时拉起来的 另外他在飞机的这个操控上来说 油门的这个位置也相当重要 他可能是要补满油 或者说在当时油门并没有补满 然后导致他的这个动能是否不足 这些都是可能的这个失事原因 当然了我们刚刚讲到 以汉光演习失事来说 F16是这次在汉光演习中失事 那我们刚刚看到F5F 在过去十几年前 也在汉光演习中失事 那你说像今天蔡总统 他在九宏基地亲自教育 我们国军进行各种精准导引武器的射击 包括我们看到像天空飞弹发射 发射了这个爱国者二型的防空飞弹 那爱国者二型防空飞弹 它主要是要模拟拦截敌方的这个弹道飞弹 也就是军方会在远的位置 发射一枚模拟地对地的弹道飞弹攻击 然后攻击以后 我们在拦截的这个部队 然后利用爱国者防空飞弹 去拦截这个模拟地对地的弹道飞弹 去把它拦截下来 那很成功 但是呢 但现场的时候也发现说 怎么搞的 为什么那个飞弹发射或飞机 那个把机发射以后 远处的这个地面 那个燃起这个阵阵白烟 是失火了 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那后来呢 才知道原来是发射 给战机作为空中击把的那个把机 因为以现在来讲 我们这个战机要进行 不管是雷达中程的空追空飞弹 或是短程的这个红外线缠斗飞弹 它都需要一个把机给它打 然后那这个把机呢 你在发射的时候 由于它本身 九宏基地本身 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机场 可以让飞机 做长程的滚行升空 所以这个时候把机底下 会带一个小火箭 我们或讲说加力器 或是说助推器 然后这个小火箭呢 点燃之后 让飞机很快的加速到 可以飞行的这个速度以后呢 那这个时候 它这个加力器 就或是说助推器 就会脱离 然后掉下去 但如果这个助推器没有烧完 那刚好又掉到一块干草 或干的这个植坯上面 就烧起来了 就烧起来了 因为它没有烧完 对 像之前 那个以前大陆在办 是这个骑士特级小组 就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战机 它在空中 撒了很多这个热焰弹 这个热焰弹 撒出去以后呢 有些就往下掉 掉到地上没有烧完了 机场就失火 也烧起来了 机场这个地面就失火 就这个热焰弹 掉到地上就失火了 当然你说像这样 加力器失火 或者说助推器失火 是很大的意外吗 我跟你讲 我们当年采访汉光演习的时候 才精彩 那个时候呢 把我们拉在那个 就是宜兰的利泽检的海边 看着国军的各式的 这个精准导引武器发射 后来有一个 有一幕 真的看着让大家吓一跳 你知道吗 第一 它还是前面的 就是有一个叫做 那个麻雀飞弹 麻雀飞弹发射以后 第一枚升空了 第二枚 怎么搞的 一个抛物线 咻一个 就掉到水里面去 然后另外 你看这个托式飞弹 它那时候 那个陆军的那个战甲车 在海滩排成一排 然后对着海上的这个气球把 因为是模拟攻击军的这个战车 所以就对这个 模拟的这个把 发射这个托式反战车飞弹去攻击 然后结果咻咻咻咻 打了好几枚 都很成功 结果有一枚咻打出去以后 海上的标靶煤爆炸 然后反而在参观台前的 有一阵爆炸 糟糕 那打到几人怎么办 那时候离那个 前总统 那个大概只有 两百多公尺不到近 那我跟你讲 你看刚刚那个地方 总统参观台 他站在那个前方 我们就站在那个前面 记者最前面 你们更近 我们更近 对 然后那个飞弹打出去 就砰 就在我们面前 打了一个地瓜 然后爆炸 那时候当下 我跟你讲 其实在现场 是吓得说不说话 为什么 因为你看那个飞弹 如果万一弹过来 就朝向记者群飞过来 那我们可能就 很多人就要下去领便当 那真的是 一点都不跟你客气 所以当时 后来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很多记者问他说 总统 刚刚飞弹拖板 紧不紧张 那总统当然 其实是不紧张 但其实 以当时发射角度来讲 因为我们看到 这些战甲之后 它其实本身是在 总统的参观台的 右侧远方 那他对总统前方的 这个标靶发射之后 那个飞弹发射之后 它立刻就朝向地面 然后朝向地面 弹起来之后 以距离来讲 它其实爆炸的地方 比距离沉前总统更近 然后是在我们面前 不远的地方爆炸 那真的是 把我们大家都吓了一大跳 时间很快 AIT美国在台协会的 内湖管要落成了 博士还传出说 美国要挺台湾 更挺多一点 所以这一回 准备要派军舰 来航行一下台湾海峡 用这个方式 对中国呛吓 中国有感吧 以美国来说 那当然 其实它一向认为 就是台湾海峡 基本上来讲 就是你们两岸之间 各自有 各自宣示的这个领海 那当然 就是大陆 它依照它的领海法 它是把台湾海峡 划归它的内水 但这件事情 在这个国际的海洋 国家上面来讲 从来都不太认为 这样可以做 是合于公海 自由航行权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年他们公布 大陆的领海法之后 马上澳洲的军舰 就来台湾海峡 跑一下 之后大概每一逢 就是台湾 有重大的选举 比如说总统选举 那个时候 美国海军的 驻日本的舰艇 就会很巧妙的 或很适时的 借到台湾海峡 因为毕竟要经过 台湾海峡 对于航行安全来说 是有很大的保障的 因为很近 对不对 例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是最有名的 一个事件 就是美国海军的 航空母舰的 防港外交 怎么一回事呢 2007年年底的时候 当时就是说 美国 其实由于香港 在1997 主权交还中国大陆以后 这个时候 原本美国的 航空母舰战斗群 或后来的 航空母舰打击群 非常常前往香港 进行度假 但是后来在 1997年以后 中断了一件时间 后来之后 又日渐恢复了 但是美国 向中国大陆 申请航空母舰 防港 大陆方面 是否会同意呢 其实也会依照 当时美国 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会有所的变更 有所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 在2007年 那个时候 其实有非常 巧妙的一个情况 就是当时 由于大陆 跟美国之间 也有一些事情 在西太平洋地区 双方之间 有一些不愉快 所以当时 大陆的一些 低阶官员 其实就否决了 小英号的防港 所以我们看到 当时 当时的小英号 防港 由于本身 没有得到允许之后 所以当时 美国的航空母舰 从南中国海 回去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 台湾的东部 附近又有一个台风 在当时 在台湾东部附近 深沉 然后在菲律宾海上 绕啊绕的 所以当时的 战斗群指挥官 后来我们还在香港 有访问到他 他就特别讲说 我是身为一个水手 我也是一个老水手 虽然他是海军飞行员 他说 我是一个老水手 我那个时候 衡量当时的情况 台湾的东部海面 风浪很大 对于我的航空母舰 上面的人员 会有一些危险 所以我就决定 走风平 相对风平浪静的 台湾海峡 对于我的线上的人员 以及装备 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所以他就决定 从台湾海峡走过去了 然后他后来 那次回去以后 2008年春天 小英号 他在差不多三月多的时候 又再度出航 那再度出航之后 后来他其实又要准备 再一次的访问香港 为什么呢 因为小英号在那一年 他就要结束在日本的驻扎 返回美国 准备要除役了 所以等于说 以美国来说 在西太平洋航空母舰 在回去美国之前 会经常的 会访问到 就是说 他这些过去 曾经经经常访问那些港口 所以那次 他又申请了访问香港 但是那时候 大陆的官员 还是拒绝了小英号的访问 那用照的就对了 所以那次 其实后来 当那次 没有让小英号 去申请访港 其实还引发了一场 可以说是 一个小小的外交风波 为什么呢 当时美国的太平洋 指挥部的指挥官 集挺海军上将 其实就是说 他完全不能理解 为什么大陆方面 要拒绝小英号的访港 而且拒绝访港 因为在之前 小英号他在宣布 他的传奇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这几天会去香港 后来香港那次 在2008年的3月 又没去城 所以小英号 就只好从原定路线 经过菲律宾海 坚程回到横须河 但是 集挺海军上将的话 大陆听到了 所以大陆的非常的高层 就再下了一个指令 让小英号能够到香港访问 所以小英号也很有意思 整个船已经回到了 横须河港之后 你知道吗 然后再专程出来 专程去一趟香港 专程进行一次港口访问 然后之后回去 所以你就看到 有时候大国之间的互动 其实也是还蛮有 饶腹趣味 为什么呢 当大陆不准小英号去 美国正式抗议 等于说 而且是由太平洋指挥部 指挥官亲自抗议 现在叫印太指挥部 如果那时候还叫太平洋指挥部 然后抗议之后 大陆也听到了 显然在这件事情上来讲 双方总是要在 这件事情上 不要有沟通 所以就宣布同意 而且同意以后 你说照理来讲 小英号不是已经回到日本了吗 还又专程特别跑一趟 特别来 专门去 然后专门回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之间也非常有趣味 当然我们看到6月12号 AIT的台北新馆要开幕 当然由于6月12号那天 刚好也是因为川津会的关系 所以美国的这些 这些国务院 这些重要的一些官员 他们都会跟着川普 到新加坡去 同一天 来参加川津会 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当天会有什么 重要的美国官员来台的话 我个人认为可能性不高 虽然说美国也通过台旅法 就是说台湾旅行法案 但是你说由于到目前为止 美国并没有正式地 让任何现在的高阶官员 就是说超过国务院 哪太住亲以上的这些官员来台湾 所以这次的确我们刚刚讲到 在6月12号这天不太可能 但是6月12号这天它是落成 但它9月份还会再办一个 正式的开幕仪式 到时候会有没有美方的官员 来再过来 其实也还值得再观察一下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 美国它不会派官员来参加6月 但是可能会派重要的建制 在这个时候通过海湾海峡 那当然通过海湾海峡的话 那当然也是本身 美国对在西太平洋地区的 一个自由航行圈 公海自由航行圈的 一个强烈的一个宣誓 这个部分来讲 那也又是属于 美中之间的一个战略博弈了 贾靖文现在跟秀杰凯在一起 不过稍后来等你回顾到了 是当年贾靖文跟孙志浩 那段痛苦的婚姻 好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那么今天虽然说在平地方面 出现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并不是很明显 但是山区还是出现了局部性的大雷雨 最近这几天都差不多 属于这种样子的 那大家比较关心的 还是南边两个热带扰动 它发展的状况 先来看一看 目前差不多已经到了 海南岛附近的这个热带性低气 因为它在岛屿 在陆地附近 所以未来短时间之内 要再增强的机会并不高 先往北的方向 慢慢的再移动 紧接着大概差不多到礼拜天的时候 它移动的路径 可能就会有一点变化 主要当然是跟 在菲律宾东边外海的 这个热带性低气 有关系 未来先往西北 然后再往偏北 然后再往东北的方向 这样子出去 差不多在礼拜六的时候 会经过琉球附近的海面 这个时候距离台湾 差不多五六百公里 说远也并不远 会不会更靠近我们台湾 当然还是有这个机会 只不过会靠近 更靠近我们台湾的 这个机会不是那么的高 大概就走这一条路径上去了 目前来看 这个系统威胁是比较小的 但是当它礼拜六 礼拜天往北的方向 移动上去之后 整个低压带上来了 连带的 现在在海南岛的热带性低气 可能就往东的方向 逐渐的移动过来了 下个礼拜二大概是来到巴士海峡 那在海面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还是有可能会再增强的 会不会往北更接近我们台湾 当然还要再观察 所以未来对台湾有威胁性的 是目前在海南岛的 这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 卫星云土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附近这一带的云层 事实上是蛮多的 代表着说台湾附近的水汽也是比较偏多 虽然外面的云层直接影响到的状况 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中午以后 还是会有一些热对流发展起来 明天大致上来讲 还是要注意局部性的雷震雨 尤其是山区局部的大雷雨 一人孙鹏两病斑白 苍老现身 妻子敌因剪去漂亮长发 甚至因为无心达理 重染变成布丁头 夫妻两千手并行 敌因全程静默 紧靠着孙鹏 虽然戴着墨镜 但看起来疲惫又难过 18岁独子孙安佐 3月26号 因为扬言在滨州校园开枪招捕 被控恐怖威胁 和持有犯罪武器两项罪名 在当地时间6月4号举行审情会议 孙鹏夫妻低调现身 为了救子滞留美国两个多月 身心煎熬 孙安佐出庭选择认罪协商 法官加重判刑到4个月以上 并同意联邦接管本案 但现在最怕联邦机关 还有可能控告孙安佐 非法持有武器 由孙鹏夫妻赴美签证 6月底就到期 现在最希望儿子能够一起回家 律师不敢保证孙安佐 月底能够顺利获释 但是学到教训孙安佐 已经在庭上公开道歉 法官明立他回到卓越的国家 重新做人 似乎暗示孙安佐 渴望脱身遣返回台 大家都说孙鹏的白发好明显 真的天下父母姓 说一夜白发 不过孙安佐有没有可能 很快就回来台湾 你知道这次 整个在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 台湾凌晨2点 美国时间的下午时间有开庭 开庭的时候 当然因为之前 他的律师凯乐 孙安佐的律师凯乐 跟宾州的检方 应该是有一些协商的过程 这个协商的过程 后来孙安佐在庭上 是直接承认了他恐怖威胁罪 这个部分 他是认罪的 但是他在当庭也道歉 然后说认罪 然后道歉 然后检方撤销了一个罪名 就是意图非法持有枪械 然后犯案这样的一个罪名 换句话说 这中间的简便双方 确实有取得一些共识 当然宾州法庭的法官是说 好啊 那根据你已经认罪了 然后道歉 因为态度良好 所以判你四个月徒刑 四个月徒刑 然后剩下的部分 还是要移交到联邦的一个机关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还有一项罪名 是比较危险的 现在孙安佐 已经移交到美国的移民署 换句话说 他继续在移民署的 关户所里面来进行关押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有一项罪名 要看联邦会不会起诉他 还没有确定 这项罪名就是 非法持有枪械罪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你基本上 持有这个枪械的部分 移交给联邦 如果联邦不起诉他的话 那么他只要缴交给法院的罚金 还有缴交给警方的罚金 大概折台币 加起来大概四万块 大概就有机会可以回来 这是最顺利的情形 对 这是最顺利的情形 当然这一次今天 整个孙安佐的出庭状况 他的律师凯勒就说 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 很合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之前凯勒跟宾州 检方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所以后来 就跳过检方的一个程序 我们就直接上法院 然后让法官来进行裁判 当然最后就是 你承认一项罪名 但是我撤销一项罪名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孙安佐 是不是能够在一个月之后 回到台湾 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把握 因为真的要看联邦 对他持有枪械的这个部分 会不会要起诉他 然后起诉的刑度有多少 这个大家也都还没有把握 但是目前至少看起来 好像比之前要乐观了一些 不然之前大家有传出来说 如果你今天 这个恐怖威胁队 什么都成立的话 你可能要关到八年 对 那这个大家就很难接受了 对不对 那像这个迪英跟孙鹏 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就已经到美国去 一直到现在为止 70天 其实之前凯勒跟宾州的检方 在这个相关的协商的时候 还有在比如说出庭的时候 孙鹏跟迪英一直都没有露面 但是他们的心情就觉得很差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他们的律师来透露 律师说 孙鹏跟迪英就一直觉得说 我的小孩 其实他就是长不大的孩子 不懂事 对对对 然后这个本来送到美国 已经是要念好的学校了 对不对 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心情一直很不好 当然孙鹏跟迪英 今天首度出庭 你可以看到 这个孙鹏的头发整个白了 你有没有看到 温瑶 大家都觉得 当孙鹏走过来的时候 记者一看起来没有认出来 为什么 怎么老那么多 一夜白头 你有看到 70天的煎熬 一夜白头 然后整个 你心里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他的头发 他又讲头发 对为了今天出庭 他还稍微有染了一下 没有讲旗 对但是没有 看起来他的白发 确实一夜之间 感觉起来苍老了很多 那孙鹏跟迪英 在这一次的法院的判决庭上 他是有发言的 他们是说 希望法官网开一面 因为不知道会犯下 这样的一个错误 对不对 如果孙鹏做错事的话 其实他就是一个 长不大的孩子 希望能够把他放回去 所以也许他们的陈述 有打动法官 或者中间有一些什么 至少在孙鹏 目前为止来看 是还算乐观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的校长 就是天主教高中的校长 在出庭作证的时候 其实有讲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他说当时孙鹏佐不是放话 说5月1号去扫射 对不对 结果5月1号当天 全校有四分之一的学生 不敢来上课 像真的一样 对啊 就不敢来上课 因为吓到了你知道吗 然后呢 后来比如说到了 下个学期要注册了 听说有一堆人 也不敢来上课 不敢来注册 对对对 所以那个校长就说 这个你们以为不严重 其实对我们学校来讲 非常的严重 当地很在乎这个事情 对 所以说现在目前孙鹏佐 就是在官户所里面来做这个官押 那接下来就是看联邦机关的一个态度 讲到艺人贾静雯 应该民視的观众朋友很熟悉 当年他演飞龙在天 因此一炮而红 不过讲到贾静雯的婚姻 上一段跟孙志浩在一起 真的是写烈的过往 对啊 因为呢 前日贾静雯呢 跟这个印大陆的石镜秀之妖 带着跟老公修杰凯 带着两个女儿呢 布布跟伯妞呢 一起去宜兰的龟山岛玩耍 回台湾 一家出友 对啊 一直好开心 然后顺便上节目嘛 这样 然后到这个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呢 贾静雯突然有感而发 他就讲说 我来到这边 我等于是就地重游 因为七年前 我在拍齐琴的张三的歌 这支MV的时候 就是来这边 当时来 跟现在来的心情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七年前 那是我人生最低潮 我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 然后跟这个前夫孙志浩 打官司的时候 所以你看 对照七年前 七年后 贾静雯讲说 他现在更懂得珍惜 那讲到这里 大家就忍免 想到说贾静雯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呢 贾静雯在大陆呢 因为知道 他到大陆发展得非常好 拍了很多戏 然后呢 认识了孙志浩 孙志浩呢 是爸爸妈妈一起搬到上海去的台商 那家里在大陆做货运公司做得非常好 所以孙志浩呢 你看又帅 又是独子 然后呢 哇 这个想必身边的这个红粉知己 不会很少 对很多人很喜欢 那然后呢 他看到贾静雯的时候 追求贾静雯 那两个人就陷入爱河当中了 那时候 为什么他跟孙志浩生了女儿叫梧桐妹呢 所以他们两个感情浓烈的不得了的时候 两个人晚上手牵手 走在上海的街道路散步 那大家知道上海 梧桐树超多的 很多的梧桐树 对 那很浪漫 然后两个两个就讲说 那我肚子里的女儿 我们以后长大叫什么呢 叫梧桐妹好了 是这个典故来的 可见的两个感情非常非常好 可是呢 没有想到呢 贾静雯要在生梧桐妹的前一天呢 在台湾生的 孙志浩呢 竟然就被狗仔队拍到 他呢 带着前警政署署长庄亨戴的孙女呢 一起出游 老婆第二天要生了 你前一天还这么开心 而且据说 庄亨戴这个孙女跟孙志浩 以前也交往过前女友 那带一个你的前女友出去外面玩耍 然后竟然还被狗仔拍到 那搞什么东西 当然后来这个新闻见报之后 贾静雯非常非常的生气 那时候坐月子中心想说 听说他们那天晚上吵得好厉害 吵到隔壁的房间都来抗议说 我们要休息了 你们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然后好 可是女儿生了嘛 生了之后就一起带到上海去 那当然对孙家来讲 孙家这个当然家里算是有钱人 家事也很好 在孙家父母亲来讲 总是希望说 我们取进来这个喜本 就好好在家相夫教子 那最好呢是高学历 因为孙家所有的亲戚朋友 都是不是博士 就是硕士 在美国念书 回来喝洋墨水的 标准这么高 对 然后人家有钱人家嘛 对 那贾静雯你没有不好 可是怎么好好儿子喜欢 也就勉强接受了 那娶竟然之后呢 那吴童妹就这个公公婆婆 有时候帮忙带 有时候贾静雯妈妈呢 也来带 那贾静雯其实也不是不想说 我好好过子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家里面 从小就是靠他一个人在养 那那个时候弟弟魏斯里 也还不成气候 不像现在 又娶了老婆 那时候都全家 还是要靠贾静雯来养 所以贾静雯嫁到孙家以后呢 他还是得出去拍戏啊 没办法 不然他娘家怎么办 不然靠夫家啦 因为孙志浩 他毕竟还是爸爸妈妈 还在当家嘛 孙志浩薪水 还是要跟爸爸妈妈要啊 那他 自己可能跟贾静雯 就是两个人就 花花就算了 你说再多的钱 让贾静雯拿回娘家 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贾静雯再出去拍戏 出去的时候呢 有一次回来 就发生状况了 第一点 本来孙志浩的爸妈 就不太满意说 哎哟 结了婚还 一天都很抛头露面 在外面 你也在家 小孩子也不带 你在干嘛 这样你就已经有意见了 第二点呢 妈妈呢 孙妈妈有天在家里 意外不小心 看到贾静雯的简讯 他发给谁呢 发给大陆非常有名的小生 黄磊 因为那时候贾静雯 正好跟黄磊 在同拍一部戏 他发给黄磊的简讯 上面写说 你好吗 我想你 哇 这个婆婆一看 还得了啊 你竟然发 这个简讯给黄磊 还说我想你 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婆婆非常的生气 然后把贾静雯叫出来 贾静雯讲说 妈妈这个没有什么 就是我们朋友之间 同事之间嘛 那他后来也承认说 他发这个简讯 是为了要气孙志豪 因为孙志豪常常跟他吵架 不管怎么说 这个简讯是发了 那当然孙家 不要讲孙妈妈 孙志豪也很生气 据说那个时候 还气得说 要贾静雯跪下来 写悔过书 那当然 这事情对贾静雯来讲说 然后常常威胁他讲说 你在讲我小孩不让你看 我就是不让你看你女儿 那贾静雯当然 我为了女儿 我什么都做 而且贾静雯讲说 我跟黄磊真的就是朋友 我们今天是清清白白的 那不管怎么说 总是这个事情让孙家 就投下了一个震撼蛋 从此以后 孙志豪跟他们家人 跟贾静雯之一 就很多很多的摩擦 包括那时候 孙志豪讲说 一天他回来 贾静雯的妈妈 那时候也在家里 就念了几句 孙志豪不高兴 延回刚一扎 丢过去 反弹 打伤了孙妈妈 打得越美 那时候对 两双方两家 闹得这样沸沸扬扬的 这样子 在闹得乱七八糟 然后每天 这边讲那边讲 讲到后来有一天 贾静雯回家 发现女儿不见了 梧桐妹不见了 对梧桐妹不见了 四个月以后 怎么样都找不到梧桐妹 完全不知道 只照说 好像被孙家带到美国去了 然后贾静雯那个时候 才出来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开记者会 讲说他真的很想女儿 求求孙志豪他们 把女儿带出来让他见 毕竟是自己怀胎 十个月生下来的 所以那时候 大家才知道说 哇 没想到贾静雯 碰到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后来联络上了 贾静雯赶紧飞到美国去 见梧桐妹 然后跟孙家谈 最后在2010年的时候 跟孙志豪正式签下了 离婚协议书 当然这段过程 然后开始 这只是一个开始 为什么 因为后来孙家也是 梧桐妹人家也是孙家的骨肉 怎么可能放给你贾静雯 可是对贾静雯来讲 我记得那时候在打官司的期间 有一次 我在东区碰到贾静雯 贾静雯戴个墨镜 其实那时候心情是很不好的 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说就继续打官司 那怎么办呢 女儿就是我肚子里的一块肉 我就印象好 这个那一天 他跟贾妈妈一起在路上 我就觉得说 他真的是很爱很爱自己的孩子 好不容易协商到最后 两个终于达到共识 贾静雯离开孙志浩家的时候 净身出户 那小孩子呢 小孩子他们有协议说 几岁以前给贾静雯带 几岁以后给孙志浩 还有件协议呢 所以贾静雯那个时候 真的是为了这个女儿 为了完成 实现对孙志浩他们家的协议 他整整三年的时间 没有出来拍戏 偶尔那种活动小广告可以 可是为什么 他就是为了要好好照顾这个吴童妹 所以我觉得他为母则强 为了这个女儿 真的付出非常非常多 那吴童妹现在也大了嘛 现在在大陆念书 那然后呢 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 贾静雯其实心里非常的受伤 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天使出现了 这人就是修杰凯 那修杰凯跟贾静雯怎么认识呢 因为修杰凯跟魏斯里 是很好的朋友 他的弟弟 三天两头呢 就往贾静雯家里跑 那刚开始呢 静雯姐好 静雯姐好 好到后来 这个魏斯里 因为魏斯里本身 就喜欢像贾静雯这种 有点风鱼 然后眼睛大大 很甜美的女生 然后去他们家去着去着 发现 怎么我去不是去找魏斯里 去找贾静雯去了 找阿姐姐去了 对啊 那然后呢 这个修杰凯呢 小贾静雯九岁 所以呢 两个呢 这个姐弟恋刚开始萌芽的时候 其实鼻子还蛮低调的 可是到后来 当然也被拍到了之后 修杰凯就默认了 那然后后来两个终于就说 对了 我们在一起 那当然呢 现在也生了两个很可爱的女儿 那回顾到这一段 所以贾静雯觉得说 他真的是苦劲应该来 为什么 因为很小的时候 十五六岁的时候 父亲就癌症过世了 贾静雯记得说 那时候他已经出来拍戏 帮忙抚养家籍 他最记得那天 父亲要走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拍戏的途中 预标收贡的时候 接到医院的电话 赶快赶快 贾静雯赶快跑到医院里面去 就剩最后那一口气 然后呢 这医院长癌末的病人 非常非常痛苦 然后呢 贾静雯的爸爸 贾勃勃的这个 你知道有气切嘛 管这些 最后是贾静雯 把爸爸那个管子 给拔下来的 他说他这一辈子 绝不后悔做这个决定 因为老爸太痛苦了 对 因为太痛苦了 可是你要知道 对贾静雯来讲 一个十几岁 十五六岁的小女孩 爸爸这一走 然后家里的债务 然后他全家都要靠他一个人来养 所以他很小的时候 就出来拍戏 所以他非常渴望有一个 非常圆满很甜蜜的家庭 可是你看他走过 他过来一路侵蚀坎坑 很多人追他 但是都不是他的真命天子 一直到修杰凯 其实他跟修杰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他小年九岁 而且修杰凯也是 之前有传出一些诽文 他想说 你们在一起 是真的在一起 就真心要好好的走 走人生的下半场 可是现在事实证明 贾静雯跟修杰凯到现在 真的彼此都很珍惜 这段婚姻 所以只能说贾静雯这么多年来 为家庭 为女儿的付出 他这些眼泪 终于换来了现在的幸福 刚才在屏东 这个陆战队的阿兵哥 只是因为他开了车子 跟所谓被寻仇 对像是一模一样的被枪击亡死 令人很比善的地方 我们来看到 当尸体跟家人见面的时候 他七孔流血 一直有很多人就说了 其实只要亡死的人 就一定看到亲人都会七孔流血 这真的有科学根据吗 这个当然可以用玄学来分析 除了佛教的说法之外 我想讲是说 这个何正文 这个海陆的上兵 他死后 他被冤枉的被误认之后 被杀害了 被枪杀 我们知道说一个因为冤案 或者意外死亡 包括上吊 过去的例子里面 包括上吊 溺水被掐死 坠楼 因为他体内有出血的状况 所以当如果他死亡 还没有很久的情况下 然后虽然他符合了 医学上的死亡 譬如说心跳已经停止 呼吸还有脑波都停止了 可是我们当人死之后 他还没有多少天 或者没有几个小时 这个时候因为 我们在人身上 除了有我们说过了三魂 这个三魂 七魄的三魂 人死身上有三魂 人死之后 灵魂会先离开身体 但是生魂是保护着肉体的 然后绝魂跟着狗骂 这个都会在现场附近 所以因为他刚死 所以他的生绝二魂 离开身体 但是在遗体的周遭排排 难怪有人说什么看到自己的遗体之类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像王毅洋先生自己也 平死经验里面 他吃海鲜过敏之后 然后他在手术台上还被 看到自己离开身体 看到自己在被抢救 那些生魂跟绝魂 对 都问题 对对对 应该通常是绝魂看到自己 那现在的话 因为生魂会指挥身上的这个 漆魄 但人刚死的时候 他漆魄 还没有完全离散 所以在这时候 他的生绝二魂在身体旁边 然后漆魄还没有散 加上人身上还有所有 我上次讲过的 元经元气里面的元气 所以元气跟魄的作用 让我们身体可以动 可以摆动 所以这时候当冤魂 或者新死的这个死者 看到家属的时候 他的生绝二魂 驱动了肉体上的鱼气 鱼下的元气 还有他的 没有完全离散的破 所以造成说 他的眼耳鼻舌和嘴巴 这个七个孔 七个翘 就会就里面那些 已经维持感破裂的 气障出血的东西 从这东西跑出来 所以说血要不要流出来 绝对都是生魂决定的 生魂会影响操作它 所以你看李铁拐拐的案子 李铁拐拐去天上会神 去看那个盘陶大会 结果他留地址 在保护他肉体 要七天之后 如果他没回来 才能烧掉他的肉体 没想到七天未满 地址把他化掉 那表示当时 他的魂离开身体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很特别就是说 特别过去在杨志松的案子里面 也曾经有一个被害死之后 淹水三天 身体都肿胀 捞起来之后 那警方压了胸弦 就看这个尸体的时候 那个鼻孔突然喷血出来 吓着那个胸弦 跪下去拜 然后认罪 他说他是强奸未遂 而杀害他的 所以其实不管是不是冤死 七孔都还是会流血的 对对对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不只是有几个状况 基本上头部 如果内部有外伤 瘀血的情况下 特别容易出血 那加上我刚刚讲的 身魂跟元气 跟这个破的作用 让他虽然已经死亡 但是还会产生 这个灵异的现象出来 好 说到感应 我们再来看到 真的也让人觉得很特别 说人要走的时候 会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味 那有的人在世的人 闻得出来 这个味道只要一出来 代表这个人很快 就真的要当神仙了 对对对 这过去如果以澳洲的这个 这个叫卡拉的女孩子 这个时候他已经24岁了 但是他在澳洲的 新南威尔斯州的一个女孩子 他在12岁的时候 因为他的叔叔重病 那所以他在他临终前一天 他还看不到会死亡 但是他去看他的时候 他就闻到他身边 有那种腐败的甜味 腐败的甜味 所以那一次隔天 他看完闻到味道 隔天他叔叔就过世了 那他就觉得说 这很特殊的经验 他就拿这个经验 开始去感应别人 结果他面对很多老年人 或重症患者 当他们临终前 或者说他就会闻到味道 假如闻到味道 表示说这个人即将离世 都很准 距离临终大概多久 他没有讲 但是通常都是两三天 两天 那这是他根据 对象是老人或重症的患者 散发那个味道 那还有一只猫 右边这只猫 在09年的新闻 那这只猫是一个 特别灵异的猫 在美国的罗德岛州 这个猫在一个 老人的安养中心里面 他说根据这里的护士 跟医生的观察 他常常会怎么样 在病患死前的 两到四个小时 这个猫会主动地 爬到这个病患的床上 窝在他的身边 陪伴他 两到四个小时 他的预知能力 是两到四个小时 这个猫就特别的灵验 那当然这个能力 后来被确认了 他确实有预知死亡的能力 但是这个医生 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 在医学期刊上报导 结果惹来一个 二次大战的一个老军医 他就同样的呼应 这个猫的预知能力 他说当时他也是 如果从战场上 抢救回来的阿兵哥 那谁会死或谁会活 不知道都重伤 可是他如果在那个 有些人身上 闻到一种甜甜的味道 他也知道说 就会知道说 这个人就即将死亡 而且非常准 那当然生物学上分析 认为人在死之前 这种碳水化合物 会分解成各种类的糖 糖类 所以会散发出那种 腐败的甜味 或特殊的甜味 那这是他们的印证 那我要说的是 我自己的印证 就是说我们要去研究 叫做 仙佛教研究 叫做伤器的东西 伤器 伤器 第一件的伤器是当时 921地震的时候 这位学生 大业大学的学生 被他的 疑似被他的老师 这个伤职的时候 他是个乒乓的高手 他被老师绑架 在921大地震前一个礼拜 但是921大地震之后一个礼拜 这个老师就撞死在 这个收费站的 那个收费站的桥墩上面 老师绑架学生 对对 后来证明是 这个老师确实是绑架他 而且还勒赎他 那当时这个学生呢 死后大概一年多 我去上灵异节目 那刚好这个 这个节目就拜托 我去了解他家里面 那我跟仙佛说 那应该 你告诉我答案就好了 何必要再跑去 从板桥跑到彰化去 那先回来 结果那次去到 他家门口的时候 就看到他妈妈 还有他姐姐 都来开门的时候 在看到他们穿黑衣服 大家都很沮丧 已经案发一年多的时候 很痛苦的感觉 但是我就在那个铁门的 跟面对他的家人的时候 就闻到一种淡淡的味道 那味道是灵堂 我们知道人死亡的灵堂上面 烧的那个廉价香的 那个烧出来的味道 混合着尸体 因为棺木的尸体 尸身的冰凉的气味 混在一起的味道 当时不是案发一年多了吗 案才一年多了 该做的冰葬都完成了 都完成了 当然是 没有做冰葬 因为尸体 他找不到尸体 所以警方花了很多时间 就吵这事 包括警政署长 丁元靖 当时他 试制从南下去 开了专业案会 要破这个案子 找不到尸体 那你闻到 味道闻得这么多 这么复杂 这么复杂 对 那师傅 那是要我去研究商器 这是我研究第一个案子 所以后来先后告诉我 他的绝魂 已经从被埋尸的地方 已经飘回到他家门口了 可是不敢进家门 为什么 因为他是横死的 他觉得带着不吉利的气 他怕影响家人 所以他很可怜的 蹲在门外 不敢进家门 所以你闻到的是 那个所谓绝魂的味道 味道 对 所以那另外有一次 是我从捷克刚回来 去捷克旅游回来 回到台中市 那时候有个事务所 跟朋友合开的事务所 那我事务所的助理 法务助理是我的学弟 他叫陈世文 是台大业进步毕业的 那结果呢 他年纪大了 当完兵才回来读法律系 那他在那里做主要的负责人 那一次我开完 去国外旅游回来 回到那个事务所 应该是大概中午的时候 快12点了 可是去了这事务所没有开 也都没有开灯 我就觉得说 怎么可能事务所都没有人呢 我在那个玻璃门的门缝 在看里面的时候 就闻到了伤气 我觉得怎么会有伤气 就打电话回找人 结果他知道他已经死亡了 在这个前两天死了 心肌梗塞死亡 死在里面 没有人知道 死在他住的地方 遗体移到殡仪馆了 然后他 你倒是在他事务所的地方 他事务所的地方 闻到在门缝 那个玻璃门的大门 闻到了伤气 那他的魂特别回到事务所里面来 不是 但是问题就是 那个东西就会 这时候有点像死神的预告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是我朋友一个爸爸 他重病 结果我先佛帮了他 又延了他一年的寿命 可是这个师兄也是同门师兄弟 我们去南海 2011年去南海做法事 做完法事七天圆满的时候 我们在机上睡觉的时候 突然间 我已经睡着 突然间闻到伤气 一有就醒过来 你又闻到伤气 我想说他师兄坐在旁边 他也在睡觉 我说可是他爸爸 现在已经好了 快一年了 会不会有什么事情 后来我跟师兄讲说 可能要注意爸爸的身体 没想到大概是三个礼拜之后 他爸爸无疾而 受众正寝就过世了 所以他爸爸可能要离开了 儿子身上也会有伤气 还被你闻到 闻到 就是另外讲一个活的例子 伤气可以来作为一种 印证的方式 就是说 我在05年的时候 我在上海 那刚好那时候 时报的记者楼兰 跟他先生开了一个事务所 他们租的老板叫蔡常财 一个华美集团的总裁 那上海一个很有名的建商 结果那时候 他弟弟在嘉义的部队 被林明化集团绑架 可是当时不知道谁绑他 然后生死未谱 那时候楼兰 楼师姐叫我去看这个老板 我说好吧 去了解一下 去的时候我就问他 我就根据马前客说 他弟弟应该没死 他说根据什么理由呢 我说你身上没有伤气 因为他中间这被绑的二十几天 他有回台湾几次 他回老家跟家人 他们的包括被绑的 这个蔡明胡的太太 家人都有在一起 可是他身上没有伤气 我说这是一个依据 结果没想到36天之后 林明化就被警方攻破了 然后这个蔡明胡先生 就被救出来了 这是我应用这个来 做一个印证的 一个确实的例子 武藏俱全的迷你厨房 欢迎搜集无奇不有 小鸟味的人有福辣 土耳其一位微型料理艺术家爱丁 专门制作超迷你的土耳其料理 包括很多人熟悉的烤肉串 皮塔饼以及土耳其饺子等等 所有菜肴一盘都只有指甲的大小 但即使如此 口味和料理造型也都保持一致 不止料理迷你 连制作料理的厨具和清洁用具 都是迷你设计 也能够正常使用 精致度实在让人赞叹 微型料理起源于食物模型 近年来许多创作者投入 研发出与真实料理几乎相同的味道 也有人专门设计微型厨具 打造出完美的小人国厨房 虽然爱丁手艺令人惊叹 但他现在每做一道菜 也大概要花原本料理的三倍时间 实在太累人了 我想我还是看看就好了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